女人一把掀翻桌椅 将房间伪造成打斗现场 接着 她又将自己的血 分别洒在地上 和厨房的一些角落 随后细致地清理干净 最后又将沾有血迹的木棍 扔进壁橱里点燃 就这样 女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布置好了陷阱 只等着毫不知情的丈夫 踏进她的圈套 尼克是一位作家 这天本是她和妻子艾米的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可她却跑到了姐姐的酒吧里 埋怨着自己的妻子和这段毫无希望的婚姻 当她返回家中 却发现客厅留下的暴行痕迹 妻子也不知所踪 意识到不对的尼克选择了报警 一名女警官和她的搭档 来到尼克家里展开调查 但房子里留下的蛛丝马迹 都让女警官觉得这并非一起寻常的失踪案 反而更像是一起暴力案件 于是警方决定对房子展开全面搜查 艾米失踪仪事也上了新闻 通过调查警方很快发现 尼克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在艾米的名下 并且还在艾米的卧室 找到一个标记着线索1的信封 根据信封里的线索 女警官和尼克来到了尼克的办公室 果然找到了第二个信封 信封指引他们前往一座棕色小屋 但尼克没有告诉女警官小屋的所在地 晚上她悄悄来到信封所指的小屋 不料触发了警报器 在警官来之前 将第三个信封藏了起来 回到家尼克拆开信封 但这次的谜语让尼克一头雾水 与此同时 电视上对尼克不利的新闻报道频繁播出 警方也检测出在尼克的厨房 曾有一大摊的艾米血迹 更糟的是 在为艾米举办的守夜会上 他们的邻居突然爆出艾米怀有六周的身孕 并当着众人的面 当场质问尼克为什么对妻子施暴 见场面失控 尼克慌忙逃离了现场 回到家里 女警官告诉尼克 他的信用卡账单有许多奢侈品 目前也已经欠下一大笔债款 怀疑他想通过杀死妻子 来获取高额的保险金 种种迹象都在将尼克塑造成一个 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 这个男人被妻子陷害 在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当天 妻子竟离其失踪 在警方调查过程中 各种证据都表明他就是凶手 又经过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 男人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负心汉 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才会招来妻子如此恶毒的报复 尼克正琢磨着第三条谜语 突然他灵机一动 发现答案和木头有关 赶忙跑到了姐姐的木屋 打开门一看 发现里面装满了没有买过的奢侈品 正好和他的信用卡账单吻合 除此之外 艾米还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说艾米想要让自己 背上杀妻的罪名入狱 以此作为对他不忠的报复 眼看事情就要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尼克找到了曾在电视上 表明愿意为他辩护的律师 想请他帮助自己洗清嫌疑 律师告诉他 要在自己出轨的事情曝光前 主动向人们坦白并承认错误 事情才可能有转机 为此尼克不惜登上一档热门访谈节目 凭借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蛇和厚脸皮 成功扭转了舆论风向 与此同时 出走在外的艾米为了不被发现自己还活着 无奈正躲在前男友的豪宅里 可前男友是个控制狂 只把艾米当作是自己的芭比娃娃 近乎病态地掌管着艾米的一举一动 宅子到处都布满了摄像头 艾米感觉刚出狼穴又入虎口 但目前自己无处可去 正好看到了这档节目 看到丈夫在电视上承认了错误 又被丈夫真诚地请求自己回家的话所打动 艾米决定要摆脱身边这个变态男 她故技重施 先是故意让摄像头拍到自己假装受到虐待的样子 然后又弄伤自己的下体 伪造成被强暴的伤痕 等待前男友回家 为了收集罪证 主动和她滚了床单 另一边还没等尼克庆祝成功扭转舆论的喜悦 女警官发现了艾米事先藏在壁炉里沾有血迹的木棒 再加上木屋里的奢侈品也被发现 女警官当即逮捕了尼克 不过尼克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 没有发现艾米的尸体 警方也就没有证据逮捕尼克 一天后就释放了她 第二天尼克刚走出房门 却看到艾米在众目睽睽中 浑身是血地朝自己走来 见识一下什么叫蛇蟹美人 这个女人为了摆脱前男友的控制 用丝带捆住自己的脚踝 用红酒伪装成血液 涂满自己的身体 然后一路爬到监视摄像头下方 对她失念 留下了视频证据后 女人又精心打扮 等到前男友回到家 本以为等待着她的是美人入怀 没想到却招来杀身之火 艾米S掉了前男友 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 满身是血逃回家 尼克纵使有着满心的怒火 但在记者面前仍需要装目作样 警察也相信艾米杀死前男友 是出于正当防卫 没有定罪 只有尼克清楚她的把戏 但却无法说出口 因为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 好丈夫形象 会轻易地被艾米击垮 不久之后 艾米和尼克成了公众眼中的模范夫妻 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但关起门来 尼克却对眼前这个女人感到无比恐惧 她想离开 但又怕背上抛弃妻子的骂名 夜里 尼克再也无法和妻子同睡一张床 甚至锁上了房门也久久不能入眠 而艾米却如鱼得水一般 引起了嫌弃的角色 可尼克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在一次采访前 尼克终于忍无可忍 她重重地把艾米推到墙上 艾米却不以为然 他们曾经确实爱过彼此 但是到后来只剩下对彼此的怨恨 以及相互控制 或许这就是婚姻本来的面目吧 单靠爱情并不能长久 它终究会消失 婚姻要靠其他更加持久的东西来维持 那便是责任 若是不负责任 婚姻就会变成两个人的坟墓